提起罗进 想必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吧 不得不说 罗进近年来在荧幕上的曝光率有所提高 他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罗进是一位老戏骨了 出道也已经有了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他的作品 可以说是步步都是精品 每一集都十分的投入 从来没有让观众以及粉丝失望过 记得几年前 一部偶像剧的热播克拉恋人 让罗进大展风采 演技遍及大江南北 直接达到事业的巅峰 随着他越来越火 也塑造了很多的角色 无论是三国中的汉县帝流血 美人心剧中秦正爱民的汉惠帝流影 穆桂英挂帅中阳颜昭 与禅郡主的儿子杨宗宝 还有神话剧风神 在剧中饰演历大无穷 法术无边的男主角二郎神杨坚等 都给人们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当然 罗进不仅演技高 还有着帅气的外表 迷人的五官 高高的个子 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质 感觉他特别适合古代的装饰 就在前段时间 由罗进和孙丽主演的安家自开播以来 热度就非常的高 也是好评不断 而罗进在剧中则是扮演着一位 清淡很细腻的角色 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充满着关怀 对美剑士也足够的尽力尽力 他在剧中被称为徐姑姑 凭借这个角色给大家再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而除了因为他的作品 还因为他与唐燕的那段恋情 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大家都知道 唐燕和罗进两人是因为派系才走到一起的 在2016年的时候 唐燕和罗进就在微博公布了两个人的恋情 这段持续几年的恋情终于有了结果 可以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两人宣布出消息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也是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搭配了 一个甜美一个帅气 细数几年来 唐燕和罗进合作过的电视剧竟然如此之多 《归去来》 《乱世佳人》 《X女特工》 《克拉恋人》 《锦绣未扬》等等 可见他们的爱情得有多么深厚的基础障碍 而如今的唐燕也是付出了综艺节目中 要知道这也是唐燕第一次上综艺 在节目中的她简直是被幸福所甜蜜的小女生 性格也很好很勤奋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所以可以看出唐燕在这段婚姻中是非常甜蜜的 罗进也没有因时间的长久而减消掉对她的爱 在任何一个场合里 不管是舞台上还是人群中 罗进只要在唐燕的身边 他们两个就到处秀着恩爱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而且婚后的两人也育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一家三口非常的幸福 而有一次唐燕被问到有了女儿 还会想要再生个儿子吗 当时唐燕笑着表示自己想要儿女双全 张杰听到后也是十分支持她再生的小罗进 也有网友调侃张杰 杰哥布努努力和娜姐生个小张杰 不管生几个 张杰和谢娜 罗进和唐燕这两对可以说是娱乐圈中最踏实稳定 平淡幸福的夫妻了 所以说结婚选对人真的非常重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